我国男性和女性工资差距 被评为世界最差劲国家之一 在东盟国家 我国也只领先几十年来一直饱受内乱困扰的缅甸 利益相关团体和专家就认为 传统观念教育与缺乏机会是罪魁祸首 世界经济论坛在近期发布的 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我国在146个国家评估中排名第102位 其他东盟国家将我国远远抛在后头 菲律宾高居全球16位 接着是新加坡第49位 辽国第54位 越南第72位 泰国第74位 印尼第87位 柬埔寨第92位 汶莱第96位和大马同样摆名不入的名国 则排123位 根据大马统计局发布的 社会经济性别平等数据 证实我国劳动力中 存在根深蒂固的成就观念 在645万名证实劳动力中 男性共为328万人 获占55.5% 与姓则是287万人 获占44.5% 今年首季 与姓所赚工资依旧落后 平均每月收入为2545令吉 相对的 男性同期的收入则为2664令吉 这个情况实在无法令人感到欣慰 因为在过去五年 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 大马一直是东盟表现倒数第二的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